第二十一届第四次定期大会正式召开了 宣传合力台市政报告是强调 严谨防疫振兴产业 推动乡镇建设 生活品质 关怀弱势 传承圆民文化 还有推广农渔业 营造花园城市 促进观光等多项的理想目标 新任下面代表会第二十一届第四次定期大会正式召开 新任下面代表会主席陈秀玲 则是对公所有相当多的期许 包括地方建设和防疫的措施 我们青年住宅将于本年底来完工 预计明年四月会来交屋 届时将会为新城乡带动更多的人潮与无限的商机 那面对交屋后的交通动向 治安与垃圾量的暴增 及停车位的问题 请问公所这边我们做好种种的反应措施了吗 因为反方胜于未然 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 我们就要想到后续的结果 才能够到时候 事情发生之后才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 引起最少的民怨 然后接着是新冠肺炎疫情 从今年年初在全球蔓延至今 尚未退去 那台湾的防疫是叫国家能够超前部署控制得宜 所以公所在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 务必多宣导民众要多戴口罩 请洗手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 新冠肺炎已是全球的全民公敌了 大家要一起更来守护自己 守护我们的地球 最后今年2020虽然有点不平静 再过两个月就即将过去了 让我们一起祝愿明年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 扭转乾坤 在此进驻本乡 乡镇顺遂 此次定期会圆满成功 最后进驻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现在下载何立台表示 公所严谨防疫振兴产业 提升推动乡镇建设 生活品质 光滑弱势 传承原住民文化 博导原民产业 推广农云业 营造花园城市 促进观光 严格执行结业措施 争取经费建设 环境教育 墓地公元化等各项理想目标 新逢代表会 这个定期会 感谢各位代表 你是先生 对新年乡公所前例来支持 所会和谐 创造地方的幸福感 尤其在明年度的议算 新年乡是创乡以来的 最高的一个议算 将近4亿的议算 不止中央的协助 以及县务的帮忙 还有各级民意代表 前例来支持新年乡 各项的建设 以及社会福利的支出 我相信在所谓的何者之下 新年乡一定欣欣向荣 各方面在我们下面的前例之下 相公所前例的 对于社会福利 以及幼儿的关怀部分 以及建设的部分 以及在观光产业这个期块 我们继续来加强 让未来新年乡必须 一片的前途看好 尤其我们现在的光雾路 目前已经正在整修当中 也是发展现的门户 也是我们新年乡大门户 进入我们大花园县 必经之地 相信这样的一个门面 在今年年底完工之后 必然提升大大的 我们乡内的一个形象 以及花园县的大门户 相信所谓的和谐 必须创来我们未来的幸福感 相当何调表示 上任两年多来 新年乡重大政策及建设工作 已经持续并且顺利推动 将远续过去累积的市政经验 加上行政团队的努力 大步迈进 推动乡镇整体建设发展 而公所会依照重点 以及方针积极推动乡镇 齐齐打造新才项 为安居乐业的幸福城市 记得永远千万不倒